所以,總之我給你那些全部是考古學的資料 全部都是最高級科學家的資料 我們會一個一個展示他們的 resume 即是他們的身份,他們自己有多少個學位 到時會慢慢在這套訊息跟大家分享 一篇接一篇 但是我們現在是活著這個時間 但是我們現在在這短短的兩年 你要盡量知道你要做什麼 而你盡量要做對的事 跟隔壁說我這兩年要做對的事 跟隔壁說我這兩年要不枉此生 因為不管怎樣,始終世界都會結束 但是現在我說的世界結束 可能信不信由你 現在全世界當中說這個世界會結束的 這個訊息竟然不是教會 九成說這個訊息全是非基督徒 而九成說的全部都是 我們說在學歷上是最精英的一半 考古學、考古道已經是明不明白 即是…是教授級的 說天文學那些是 美國特朗總署的神話般存在的人 我說的全部是歷史方面 地理方面 科學方面 全部都是那方面最top的人物 他們現在是普遍性辭了自己的工 去想著世界就來沒 誰知道呢 誰在在座當中已經知道 是有些高官 又或者甚至一些叫做高級學歷的人 高級學歷 因為我簡直是講博士、醫生 我講的是那些高官那些 誰知道呢 你已經知道一些這樣的朋友 其實他是為了2012已經辭了工自己去玩 誰知道有你認識這樣的人 舉手 舉手,舉高一點 舉手 舉手 袁大明在這裡 感謝主 我們館長 歡迎他來到我們當中 袁大明醫生 OK 不是,是袁醫生舉手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他們能夠研究到的程度 不是我們草根階層被准許知道的 是政要最高的級數 OK 所以我們嘗試看看下一個圖 所以變成現在我們多了 去到1996年 我們多了一個的詩編去對比 除了詩編96 還有詩編哪一個 麻煩你箭嘴指一指 除了詩編96 可以對比96年 還有詩編多少 可以對比96年 哪一個 哪一篇 哪一篇 對啦 一二零 OK 一路去到 一路去到 05年至06年 除了詩編106之外 還有詩編哪一卷 可以對比那一年 對啦 厲害 好了 但是除了這一篇之外 還有下面 現在多了 活水詩編 還有詩編1 什麼 113可以對比那一年 用這個方法 你就會看到 竟然 在這麼多篇當中 你竟然看到關於我們教會的叙述 是叙述我們教會會一年 但是誰記得 大家記得建電 我們待會大家看看 但是誰記得拆電 拆電也有記載 OK 感謝主神感動我們十幾年去研究詩編 但原來詩編有描述 我們這間教會的存在 我們現在是我們的 fine-est-hour 而事實上 我再要在下一篇 跟大家分享另一篇 如果你覺得這個厲害 下一篇你會聽到外 原來我們是記載在詩編 那個記載程度 是你想像不到的 入營的人就知道我說什麼 我們活在一個很特別的時代 我們的教會的存在 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原來已經有記載 我們很仔細的記載 譬如舉個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逐段對比 記住 淺藍色的icon 代表了上面的那些詩編 紅色的 應該我們用紅色的 代表了用中間的詩編對比 代表 中間下面的深藍色 就用了活水的詩編去對比 記住 我們去到月後期 就越多詩編去對比我們那一年 最厲害就是我們現在 所謂後來這兩年 後來這兩年 是很多詩編對比 讓我們知道會發生什麼 譬如舉個例 下年全世界蜂會死 跟著下年全世界 可能會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 下年二月到 我問你害怕嗎 問你害怕嗎 但記住不單止對比 因為我能夠理解這件事 我從一些資料當中 我親自展示給你看 這個對比 年份和月份和哪一天 當你發覺它越重的時候 你就越知道你的生命 是剩下最後的時間 你應該怎樣做 我們看看下個圖 如果我們在1996年 有關經文就是97 是吧 就是96年的事件 是吧 96、97的事件 就是當時幫我們的 袁醫生也在 我們再鼓勁多謝他 有幫我們 當時詩編97篇 就是我們知道 詩編97 由96年的9月開始 是吧 那麼 李門愛耶華的 都當幸惡罪惡 他保護聖民的聖命 搭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 那麼 然後你看到 對應事件就是 1996年1996出現傷水事件 雖被各方迫害 誣衊 但神救我們 脫離惡人的手 然後我們對比下一個 下一個 你看到 現在是紅色了 現在所謂有關經文 我們指有關經文的icon 對了 這個是紅色的 有關經文的icon 那個icon 對了 厲害了 這個紅色 代表了 是用紅色經文 代表了什麼 是發光的經文 記住 所有發光經文 都在說我們發光 在這個時代當中 我們為主受苦 為主受迫害 當說到活水經文 就是說到我們得的能力 和得的恩高 和雪的聚會 很神奇 全部是形容 三層地形容 我們發生在我們當中 你要看到在上行之詩 對比那一年 就是一二零 第一節 上行之詩 我在急冷中 求告耶華 他就英運我 耶華華 求你救我脫離雪荒的嘴唇 鬼詐的舌頭 一直扔下去 你要看第三節 鬼詐的舌頭 要吸你什麼呢 然後接著第七節 一直下去第七節 我願和睦 但我發言 他們就要爭戰 然後你看到 對應事件 1996年 當中 不是太多人 是經歷這個事件 但當時 1996年 雙水事件中 尤其部分專業人士 明知雙水和臭氧 是有醫療作用的 但都不惜用鬼詐的舌頭 將事實扭曲 甚至我願去和睦 我走出去主動 我直成一上了電視 我第一個星期日早上 就去見謀仙的記者 然後我晚上就主日聚會 然後晚上那晚 那些記者 蜂擁而至 我們差不多門口都出不到 到當時 當時 我願和睦 願以和平科星 去展示真相證據 但我發言 他們就要什麼 他們就要爭戰 這是在說法光經文 說我們為主受苦 為主受迫伯的經文 這一段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個對比 這就是當時的美好的回憶 現在就是 我們再看下一個 好了 97年 97年至98年 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們開始了第一個 momentum 我們不斷作很多新歌 不用收版稅 明白嗎 這就是絕對應驗神 在98年的時候 教會第一個momentum 就是我們從此有石安新歌 當時我們不知道 是這樣的對比 但問題原來 我們之後有石安新歌 大量唱作很多的詩歌 至今多年 我們會的主日 都可以至少做一首新歌 鄉野和華 還唱 總結起來 我們現在已經過千首了 因為尤其是再加上 《聲江沙人》 還有還未計算其他 評訊圖所作的歌 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 《聲桑沙人》 我們按著CP去應驗 接著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1998年至1999年 有一件事件 就是我們當中 有一個傳職 叫做Danny Lamb 你看到他對比有關經文就是 詩篇1、2、3、第4節 我被那些安逸的人 機肆和 驕傲的人 藐視到極處 在這裡 當年我們就是一位 安逸的全職 離開教會 他本來是教會的全職傳導人 但是貪圖安逸 只求權力 不盡本分 交在他手裡的工作 都是扮得一塌糊塗的 當時他負責財政 經常只懂得旅行 吃惡活樂 甚至喜歡去巴結有錢人 並且常常弄權 他也是唯一 在教會傳導人 同心共度 經濟難關的時候 是不斷堅持自己利擊的一個 是唯一這一個 是有事來的 最能夠對應這篇詩篇 因為當年 這位安逸人 竟然反咬我們教會 和我 貪財、弄權 忽然以土工道為理由 而離開教會 專門選了教會當中的 有錢人巴結 就凌起勞躁 你會看到 可見那份機肇 驕傲 藐視 真的好像這裡說 二度極處 看不看 這是紅色經文 在說我們 為主少婦和發光 是紅色經文